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为谋求更好的发展也是破釜沉舟的断丸之举 1950-1960年代的香港影坛就有一位由唐丹一鸣江红的女星 特别的是她不仅姓名焕然一新 连妆容形象也有了明显转变 唐丹变成江红后如愿稳居主角女星 可惜她并未如面貌有几分相似 先小娟后林波的梁兄哥那般一飞冲天 而是平平稳稳甚至平淡无奇 江红前一名唐丹 本名西未芬上海出生13岁富岗 她自小喜爱评剧 曾随于振飞学习昆曲 1957年18岁的唐丹考入邵氏演员训练班 隔年初于话剧青宫院一演饰演宫女一角 同时加盟邵氏国语组 从影首作为赴西马拍摄 由张冲与马兰雅女星主演的《马来风月》 之后邵氏月语组为配合扩大制片计划 将唐丹网络制月语组 主演警匪片《重重围困》 喜剧片《荒唐女婿》 以及文艺片《女大不中流》 为己开始揭拍国语片 参与或客串演出电影《红楼梦》 《夜半歌声》 《梁山博语注音台》 此后唐丹心运《剑缺暗淡》 近乎销声匿迹 转折发生在1965年8月 唐丹应导演袁秋风邀请 加盟电貌 后改组为国泰 改艺名江洪 以《武打女心之姿》投身国语影坛 陆续主演武侠片《铁马迎铃》 《爱情歌舞》片《青春梦》 文艺片《桃》 《夏日初恋》 武侠片《七大道》 《黑豹》 《七剑屠龙》 《屠龙》 《剑影神灯》等十余部电影 1968年6月 29岁的江洪 与制片人孙嘉文缔结连礼 婚后 江洪旅行完 与国泰剩余的两年合约 便淡出影坛 江洪家居幸福 晚年与丈夫移居意大利 回顾江洪从影历程 连同唐丹部分共12年 拍摄约二十余部电影 唐丹在邵氏的新运因属 先旺后蛋 初期 他不仅在公司官宣杂志南国电影 有专闻报道与丹夜沙龙罩 也主演数部粤语片和代表公司 出席影展参加活动 和丁宁丁宏 同属受到瞩目的新生代 只是唐丹的际遇并未继续高升 而是逐渐下滑 推估原因 与他闲境官巧不善交际的性情有关 在一些需要活络气氛的场合 唐丹尝试微笑坐在角落 合照也常站在最侧 最明显的例证 就是美国隐形约翰·韦恩访港时 唐丹和众女星出席欢迎会 照片里他浅效依旧 没有刻意融入 也无过多的疏离感 相较照片里的和乐融融 图说则称 欣欣唐丹是独坐一旁 冷眼旁观 看画面说故事的记者 虽不一定道破当下事实 却反映唐丹在公司同事眼中 不喜交际 不好讲话的性情 1958、1959年间 唐丹曾应邀赴新马登台 受到当地影迷的热烈欢迎 他维闻谈到这份热情的关怀与爱戴 语气中满是感激 他们关心我鼓励我 使我在事业上受到挫折时 又重恢复信心 我怎能够自暴自弃 致令他们失望 唐丹坦言在隐居事业不如意时 也会感到颓唐失望 也偶为此垂泪 但想起影迷的无私之词 便再次兴起努力的念头 唐丹在邵氏乐语组虽已失主角 但相较被誉为邵氏之宝的林凤 仍有段不小的差距 为己 欧家会黎敏文艾兰陆续展露头角 唐丹更难有独当一面的空间 在拓展戏路的考量下 唐丹开始街拍国语片 陆续参演 夜半歌声《红楼梦》等 唐丹在受访时曾谈起 由乐而国的缘由 演过几部乐语片后 现在我又参加国语片的演出 也许观众会觉得奇怪 但我觉得能够在多方面发展 这也是在艺术工作上的一种磨练 戏份尽管有限 唐丹仍尽力尽责表现 他自述得知导演袁秋风 对自己很满意时 差点高兴地跳起来 尽管对电影工作兴趣浓厚 可惜机运一去不复返 唐丹渐渐成为邵氏的鸡乐 仅能在介绍公司全体基本演员的报道中 见到他的倩影 1965年中 唐丹在旧式恩师 袁秋风导演介绍下 转头电貌 改意名为江洪 尽管唐丹与江洪是同一人 但无论造型系录与气质都有所差异 简言之 唐丹时期属天真玉女型 如同一则形容他俏丽短发的报道形容 唐丹的发型 发圈是向上卷的 但发尾却是直的 整体蕴含浓厚的青春气息 给予人清新明快的感觉 与他当时青春正茂的年龄 纯洁天真的性情十分契合 至于江洪时期的他 则已拥有亲手女的风韵 气质更添 温柔稳重 附带一提 林波走红后 一些影迷认为江洪与林波长相类似 两人的眼睛嘴巴与讲话的神态颇为相仿 江洪来台受访时 对此曾有所回应 在香港也很多人说我们像 不过两人在一起 仔细看也就不太像了 整体而言 林波与江洪在双方年轻时的 小娟和唐丹时期较为相似 侧脸与全身照尤其明显 不过就如江洪所言 仔细看就能变出两人不同 加盟电貌后 江洪与雷震一连合作 铁马迎铃 青春梦 陶等片 外形登对 气质吻合的两人很快传出绯闻 我信息 雷震也信息 怎么会结婚的 而且我们又都是上海人 说不定有点近亲血统 江洪受访时谈及此事 坦言与雷震同性 而且家乡都在上海 因此多了一份兄长般的亲切感 但也就仅至于此 江洪的诚心说法发表不久 就传出他与国泰制片间 编导孙嘉文结婚的消息 曾在意大利学习声乐 及电影的孙嘉文 与同样在异国留学的 导演白景锐有同窗之遗 孙嘉文与江洪便在 小白的安排下 于台北半婚礼间度蜜月 两人来台受访时 曾提及恋爱的经过 孙嘉文表示 他觉得江洪是个坦率而单纯的女孩子 虽然两人相识婆久 但是在十个月前才发展成恋爱关系 相较滔不绝的新郎观 新娘只是一语不发地陪伴在旁 记者好奇江洪对孙嘉文有什么看法 他奄然一笑答 我说不出来喜欢就代表了一切 我相信只要有恒的努力下去 终会有一天获得满意的成就 我更相信 爱护我的朋友永远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入影圈两年 年纪轻轻的唐丹 已经历了受捧与不那么受捧的日子 虽然有些失忆 却无损于对电影事业的爱好 之后他从唐丹变成江洪 由青春玉女变成萨爽侠女 相信这群爱护唐丹江洪的影迷朋友 必定会对他的努力感到骄傲 永远站在支持他的这一边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